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大家都知道我前陣子回了一趟台灣嘛 然後呢我最近又聽說什麼 說好像下個禮拜開始 香港人也可以去台灣了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我們台灣跟香港的朋友 我們終於要重啟這個交流的 橋樑 的 大門 以我在香港的經驗呢 就是香港的朋友很喜歡去台灣 但是我也知道其實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都很想要來香港玩啦 因為距離近,坐飛機快 來這邊字也差不多 然後語言也可以通 那身為一個在香港的台灣人呢 前陣子有朋友飛來找我 然後就問我說 香港哪裡好玩啊不知道不知道 那我在安排行程的時候就覺得 唉呀這些景點呢 雖然都很不錯 可是我覺得香港應該還是有更多新的景點 可以分享給大家 但你知道我這個人就是很懶又很宅 所以如果沒有什麼動力的話 其實我很少會就是出去你知道 大玩特玩這樣 但是你知道我現在多了 朋友來香港找我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跟義務 要去發掘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 我這幾天有上網就是先查查資料 那剛好今天是星期天嘛 就是一個自我放風日 所以我就打算去彩彩點 然後吃吃喝喝 美其民視座資料收集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 就是 自我放風日 對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呢 可以變成大家最後來玩的其中一個參考 大家Ready了嗎? 我們GoGo囉 今天的天氣真好 今天的天氣真好 如果大家有來香港的話 我滿建議大家來走一圈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鐵站呢 裡面除了跟米共一樣之外 還要走很多很多很多 上很多很多層的電鋪梯 我現在到哲宇窮啦 然後其實我之前的IG post啊 或是Youtube幾點都有介紹一些 可能香港的藝文景點 你記得嗎? 像是大館啊或是M Plus 或是C九龍文化區那邊 其實我都真的蠻推薦大家選的 那這些其他不定期都會有些大大小小的展覽 大家如果來之前 可以先去查一下 有沒有你有興趣的展覽 但是呢 我最近發現在公司旁邊 就是真的喔 Literally 離我公司大概就走路 三分鐘五分鐘的距離 然後這邊呢 有另外一個叫做 Art M的Museum 應該說它是 不知道應該叫它 是Gallery還是Art Museum 它是由多組 南國Art Museum的 媒體藝術創作團隊 他們第一次的海外展出 那他們這次總共有四個不同的主題 有Beach啦 有Flower啦 有Trungle還有Wave等等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Boat Yeah let's go 我們現在在Jungle 然後 講到Jungle 我就想到那個Running Man 你知道Running Man有一集 就是幫助他們要唱那個 Acapella 然後他們唱了一首 跟叢林相關的歌嗎 應該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因為我那一段 真的看了大概無數次 我每一次都笑到肚子痛 What good are we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in this world it's so cruel you think you've won the game and they've gone and changed the rules but maybe I'm just a fool to believe 我現在在大街上 一定要給大家看我的戰利品 四個展場是四個不同的主題 然後呢其中一個在那個Wave的時候 我就覺得裡面的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出去發現他們有在 啊啊啊 意外意外 然後我還發現他們有在賣那個 破箱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喔是Beach Sorry Sorry 我買的是Beach 是一個叉燒油雞飯 好好好 叉燒油雞 還有一個檸檬茶 檸檬茶 你喝喝喝 有有 謝謝 謝謝 這邊星際也是我聽很多人介紹的 這個叉燒飯 但其實我覺得叉燒飯 in general來說 在香港真的都蠻好吃的啦 然後叉燒本身也是 我覺得如果來香港 一定要吃的東西 部分這種 叉燒飯通常都會送一個湯 然後這個湯叫做麗湯 或者是 應該 或是老火湯 雖然我 喔果然 我的預感是對的 雖然說我不是紅蘿蔔啦 但是用紅蘿蔔熬出來的湯 是真的比較好喝 是真的嗎 不是 不是 是真的嗎 嗯 蔥薑醬 超好吃 哈囉大家 這邊沒有人 應該可以脫下口罩的轉化吧 今天除了介紹景點之外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目的 要達成 那就是 我想要來看我的菲林相機 為什麼呢 我之前沒有特別跟大家講 但是就是我的菲林雞 在幾個月之前默默的 就是瘦鬆正情 完全不能用 然後 我本來以為是什麼 啊電池的問題啊 後來拿去店裡面看的時候 他就說就是他整個就壞掉了 那因為我之前買它的時候 也是二手的 所以我就覺得 ok fine 那我現在人在香港大學站 finger cross 希望今天可以遇到一台 好的菲林相機 yeah 好了有人來了 我要帶鼓招了 不過老實說其實我還蠻喜歡 這個區域的 就是從在中環 上環到 新銀環 港大跟堅尼地城 我覺得這邊 反而這邊整個氛圍就很不一樣 然後 很多cafe啊 很aesthetic 蠻推薦大家可以出發之前 在這附近 找找有沒有什麼咖啡店想去的 唯一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我每次來 都會爬坡爬到很長 被火量太差 好 好可愛 哇 大家看這個夕陽 現在緩緩的照在我的臉上 有一種金黃色的 我感覺我現在整個人 散發一種金黃色的光輝 我現在人在Kennedy Town的那個海濱長廊 這個地方跟我之前來的時候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它現在被規劃成一個 唉唷 有一隻狗狗 這邊現在被規劃成一個 就是海濱類似修氣區的地方 所以 人 比我之前來的時候還要多蠻多的 其實我剛來香港的時候 還蠻常自己跟 跑到這邊來看海的 因為 我之前其實 我之前就是不知道 香港哪裡好玩嘛 然後我有一次因為工作 來這裡拍片 然後之後我就發現 哇原來這裡看海這麼美 就是這邊呢 這樣看過去 你是可以看到西邊的維多利亞港 春天啊秋天這種 傍晚時分天氣涼涼的時候 來這邊走路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每次在這附近 就一定會去買一杯 Arabica的咖啡 所以 It's kind of like It's kind of like a default 我之前來的時候它就是一條長廊 就沒有太多的設施 但現在它這邊有規劃 可能像是展覽啊 市集 然後 有些地方是可以 就是小朋友再跑來跑去 然後帶寵物來的 我在附近吃完飯啊 喝完咖啡 可以來這邊看夕陽 LAND I gotta call for Santa I obviously Fu i 這點工 Thor i Marcel 這點工 - That's why we are girl on 雖然沒有人問 也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一個TMI 那就是呢 我昨天走路的時候 拐到腳 然後我今天起雙腳超痛 結果我沒走一步 就會感覺腳踝的地方 悶痛一下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們為什麼會需要聽到這個 但就是單純想要分享一下 我腳現在扭到了 如果大家有來香港 我也蠻推薦大家可以喝個菊花茶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菊花茶 但是我是來香港的時候才開始你知道 有喝菊花茶的習慣 因為我之前在查說有哪裡可以看到維港的夜景 那我之前通常都是去什麼西九龍公園 或者去尖沙嘴的那個Kissabia的外面那邊去看 後來我才發現來這邊有一整條可以看維港夜景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會展的旁邊 你們如果來的話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它這邊是香港第一個無欄杆的階級式設計 它欄杆的位置就是一條一條的線 然後上面呢 有跟他們這次主要合作的一個 香港本地的茶畫家 叫做Chocolate Rain合作 所以這邊有很多像是Fixster啦 Poster啊 然後全部都是Chocolate Rain小姐的作品 然後好可愛喔 這邊有很多的雕塑 然後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Dimson 然後像這個拿的是打西奶茶跟菠蘿油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台直升機就是一直這樣子來來回回 然後飛了好多次 好吵 By the way 講到直升機呢 如果大家有預算的話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在香港搭那個直升機繞一圈 我是一個很喜歡大城市vibe的人 所以我就很嚮往說 欸 就是我在直升機上面服侍整個香港的那個感覺 對 Anyway 有那個預算 然後有興趣的話 好 就是一個我自己也會有點心動 但是一直還沒有機會實行的事情 大家已經不陌生的臉了 又是我 又是他 我們已經連續見面了第二天 喝了第二天的酒了 我們今天想說就一起在中環吃個晚餐啊 然後我們就查了幾家就是有名的店 但我們有點來得太晚了 所以要快關門 所以我們就轉移正地到大館旁邊的一間 叫什麼名字來的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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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一間賣西班牙就是tapas的菜 其實在中環這邊其實真的很多那種異國料理都還滿不錯的 尼波爾菜喔 然後印度菜我記得有很多好好吃的 還有那個叫什麼 泰國菜 韓國菜 西班牙菜 還有那個叫什麼 是那個啊 日本人 日本人 我們現在這個區呢 是香港的SOHO區 就紐約有一個SOHO區嘛 這邊也有一個SOHO區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到這附近 我其實還滿建議大家可以搜一下 這附近有什麼好餐廳 因為基本上能夠在這邊存活的餐廳 真的都不會太長 沒錯 對然後這個是來自中環的朋友 這位是中環的居民 所以他可以驗證我所有的那句話 就這附近真的很多好吃的東西 對很好吃的東西 對 很厲害 很美 很美 茶本 你講話整個讓整個那個 畫面 畫面感變得很美 快消失 快把我消音 裤外熱炒感 喔 撞 眼神 是來香港玩的話 我好像也會把我行程拍的這麼慢 因為就香港其實真的 是越來越多好玩的東西 就是以我之前是一個觀光客 然後現在是就生活在這邊的人 那個真的可看可玩 然後可體驗的東西 真的就是比以前多蠻多的 來香港除了最基本的吃啦 看夜景啦 想購物的朋友這邊也超級適合 大家如果週末有時間 其實真的蠻推薦大家可以 就是飛來香港一趟 因為真的很近 然後真的很容易玩啦 我只能說 它是一個香港是一個很容易玩的地方 對 我剛剛突然想到這個slogan 希望更多台灣的朋友可以來香港玩 然後有更多香港的朋友 可以去台灣體驗一下 乾杯給聽到雷朵利朵啦 好的下次見 掰掰 可以